原神里面你培养了也不会亏的几个角色 第一个 砂糖 作为一个风系角色 又有小范围的聚怪能力 又有一定的扩散能力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万叶的 我们知道万叶很强 但是呢 货体难度太高了 如果说你没有万叶的话 砂糖拉起来也是不亏的 第二呢 是迪奥娜 它是个猫猫 它有盾 有回复 非常全能的一个角色 如果说你没有钟离 可以把迪奥娜拉起来 第三呢 就是北斗 也是一个套盾的角色 可以带你的输出 如果说你操作不是特别强的话 用北斗输出还是比较安逸的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五星的主C 你想练一个四星的主C 那我最优先推荐的 七金飞 四星火C里面 它的输出量是最高的 其次的话 宁光 雷泽也是可以的 有句话叫做 手残又怕死 建议练女仆 女仆的推荐度 跟宁光和雷泽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的输出环境会相对好一点 前提是 你真的是一个五星主C都没有 那我再推荐你练这些角色 这几个四星角色 都是比较好获得的 基本上大家都有 练了也绝对不亏 四星角色很多 但是资源就那些 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强的查语党 就喜欢某个某个角色 我就一定要拉他 那也行 我说的这些 也是为了强度上去考虑 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 去抽一颗五星角色 因为五星角色真的 玩起来会很舒服 而且胡桃复刻了 是吧 它的配音还是淘点 那还不抽爆呀 你那是缠他的身子 你下贱